玩归玩闹归闹别拉蒙面开玩笑 今天是我们的蒙面学长的第五期视频 叫如何正确的和女生聊天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刚刚 我们群里面以及我们的前几期视频中间呢 这个兄弟们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正确的和女生聊天 那么这里呢又请到了旁边这个蒙面小胖子 他叫蒙面胖哥 我是蒙面学长 反正人是谁不重要 重要是能不能学到一些东西 当然同样的说在前面的话 不要用我们的讲解的这些东西呢 去做一些违法侵权行为 正能量的恋爱 对女孩子好 不要骗她们 也不要去伤害女生 这个是我们的教学目的和意义所在 好开始了 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女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概是在年初的时候认识 今年年初 今年年初 那为什么聊天记录是 今年的6月12号 6月份的时候 换了手机 去到某个电影节 手机进水震亡了 OK震亡了 所有的记录全都消失了 但是这个不重要 因为什么呀 因为即使不震亡 我也对这个女生就没什么印象 可以说就加了之后其实没怎么聊 那我现在请问一个问题 是怎么认识的 好是通过某个社交软件 社交软件是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认识女生 你觉得社交软件认识女生这个事情靠不靠不 我觉得怎么讲呢 就是社交软件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 就是你认识到的女生 她都是有交友需求 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她要是有男朋友 或者说她没有交友需求 她可能不会上社交软件 对 至于社交软件上面的女生 这个靠不靠谱 人品好不好 我只能说这个小软件大社会 社会上有的人里面也全有 我想这样说 那为什么我认识的那些条件很好的女生 她们不玩社交软件 那么说明了一个点 就是很多女生她说不玩社交软件 其实是骗我 我没说 我想问一下这位女生你玩玩社交软件 是这样 而且我发现 不玩 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故事 我认识的多了以后 别人会说 就很多时候是什么呀 她可能是朋友 或者是身边的人 说有这么一个东西 上面有很多不错的人 她可能下下来玩了一个月 然后呢就觉得没意思 或者觉得不好玩 或者说上面的人奇怪 就把它删掉了 OK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你问她玩不玩 她说不玩 就是玩过 玩过 对玩过 你谈不谈恋爱 不谈 你谈过 就是爱过 所以说就是 怎么讲的 玩社交软件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你跟女生啊 她们的认识就是一种缘分 因为如果你今天不跟她认识 可能一个月以后 你再也永远不可能在这个软件上面认识到她 因为她谈恋爱 也可能 她或者是她删了 对 对吧 对 所以说认识一个女商只是一个 在软件上认识 她只是一个暂时 可说了半天 就是给这些社交软件洗白 我告诉你 其实有魅力的男人 还是需要玩上网 因为确实 现在认识朋友 他的渠道多种多样了 对吧 你多一些渠道 多一些路 也不要去伤害别人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软件 为什么看你聊天 眉头唯唯呢 就是因为之前的聊天记录 这个被大雨交掉了 OK 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 就是跟这个女生 因为后面大家可以看 我们还有一个重新 重新认识的 OK 那我们 就是我发现现在跟女生 我现在的聊天 会进入到两种情况 什么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一加以后 就聊得不错 然后呢 聊得不错 但是呢 以后会怎么样 大家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会 只是聊得不错 对 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呀 就是一上来呢 就没什么联系 但是呢 突然在某一个时间 就聊得不错了 依靠缘分 对 那么这个女生 可能我觉得就是第二种 第二种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加了之后 没什么联系 很平淡 可能我发现 他不回 我也就放下了 那么呢 偶然在某一个时间点 突然两个人之间呢 就有了一种缘分 好 那么这个缘分 来源于什么 就是我发布 女生点个赞 我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给你告诉 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于你来说 你其实呢 把这个女生跟你在一起的 这种缘分啊 你是一种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 随缘的方式来 但是很多的兄弟 他们不想随缘 他就想的是 我想要安排这件事情 但是现实 或者说逻辑告诉我们 爱情这件事情 或者感觉这件事情 它是安排不来的 对 所以说呢 你要再学习 你想要学聊天也好 你想要学 如何和女生相处也好 那你一定要记住 中间一个逻辑 就是你再会 你再学的再多 你也不要去安排爱情 你还是要等待缘分 只是说你学了 如何和女生聊天 或者说 你学了怎么和女生相处 当他缘分到的时候 你会把握住 对 就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 对 就说你不能去 自己去设计这些情景 很多人呢 他喜欢学这些设计一些情节 搞一些花里胡哨 我觉得没有必要 其实呢 你只要周围认识的女孩子足够多 你其实别人也是要谈恋 也要脱单吧 你呢足够的优秀 这种优秀不是说一定要飞多帅 多这个条件多好 其实呢 你认识的那些女生 她的条件应该说是跟你差不多的 对吧 你永远不能去找那种最好 或者说最不错 你只能找最适合 当你明白这个逻辑过后呢 你现在学到这些和女生聊天也好 和女生相处也好 就是当等到你的缘分正正到来的时候 你不会错失 对 有可能你现在等到的就不是你的缘分 你在这里学了这么多 你可能对待现在的这些女生也没有用 因为别人就是不喜欢你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去辩证的或者全面的去 这个学习这个和女生交流这样的事情 这个才是蒙面歌 想给告诉大家 那好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你还在成都吗 她说在 那我们可以一起玩了 大家看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们前两期的节目 这个女生一开始呢又是进入到这种情况 她看一开始也是 对吧 叫三连N 对吧 我们就把这个认为为几连N 不对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她为什么说了一句话 你马上就说那可以一起玩了 是什么逻辑 是因为我那天刚刚回到成都 发了个朋友圈 他给我点了个赞 那么我就要了解一下 你是不是现在还在成都 对吧 这个朋友说还在 我就说 其实呢 你这里说了一句话 那我们可以就一起玩了 其实并没有说约他一定要现在玩出来玩 对 只是看他在外面成都 就跟我说我们就 就很简单 就说我虽然说在等缘分 但是我不会去机场等一艘船 对 就是他的不在程度 我还在这里等他的缘分 我可能 可能等待缘分的概率就比较小 就是这样子 他给我点了个赞 那么对我的感 第一个感觉就是 哦 缘分可能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你看一下 你跟他发了一个你在蹦地的照片 他就突然说这些我不感兴趣 对 他不感兴趣 其实最后 我爸爸的了 好好好 我不要 这个以前的了 六月份 大家看 六月份 六月份你就是个骗子 六月份 我不是骗子 站在这里 承认自己是个骗子 快点承认 死无人账 死无人账 不是骗子 八八 六月份的时候就是八八的 好 现在不说了 好吧 你就是个骗子 你妈的 你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这个大家原谅一下 这个人是个骗子 我们不 我们切入正题 好吧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你 你是88年的 重不重要 不重要 关键是 再度各位 你不要是比88年还要老 我就行 不年轻了 我95 还说明一个故事 你看女生 我第一张 就是我们这个 聊天内容 是要首尾呼应的 对吧 她说 我不感兴趣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 对吧 喝了点东西 聊了开心了以后 我们还是去了这个地方 关键是 她在这里说 你们年轻人这回玩 然后她是95的 意思是 现在95年 已经不年轻了 我现在关注的是这个点 95年今年24岁 对 所以说兄弟们 你们得明白 现在00年的女孩子 对吧 如果你现在 你还在搞这些 莫名其妙花里胡哨 我告诉你 你必须得学习了 现在很多东西不一样 想当年蒙面哥 多年之前 认识如果是95年的 别人会说 我是老牛吃乱肠 对吧 我给别人介绍 这女朋友是95年的 别人觉得你老牛吃乱肠 现在95年的 已经是老牛了 对 好 我们继续了 你呢 还说老 那我周本人就不要认了 原来就老的快 来我们看这个聊天 我的心态是个五岁儿童 她心态又五岁儿童了 她还年轻人真会玩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明白 就是女人说自己 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我已经老了 什么东西 其实是什么呀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字牵 或者说 内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不熟 因为是 我觉得她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女人说你们年轻人的玩意 我玩不来 或者说我已经不年轻了 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只有年轻人 才会跟这些不熟悉 或者说 才会凭自己的一生喜好 去那些地方 这个随便的去交朋友 是这个道理 那么如果不年轻的人 她会选择性的交友 其实呢 我想的可能是另外一个点 就是呢 女孩子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她说什么 你听着就对 你不要认为她说 她说的是对的 但她可能是对你是这样子的 她对别人就不是这样子 她可能在这里说 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这些我不感兴趣 其实有可能 她的意思是 我对你不感兴趣 她马上转过来 联系蒙面歌 蒙面歌 节目录完没有 出来蹦逼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听出女生的弦外之音 就是跟女生 什么叫正确的 跟女生聊天 就是你在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要能够正确的明白 她在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要听懂 女生的弦外之音 比如说呢 当然这里 她说的是 一起进幼儿园 你跟着我 随时我打抱她的头 好大就是我大哥 我不是你小哥哥了吗 你是大哥 没有小哥 就大家可以看 其实这句话 我们从逻辑上来讲 这个完全处于是叫 没有任何聊天营养 对 没有任何的聊天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看 就是用两个字来形容 这就在扯淡 对 但是呢 你没有发现吗 就是聊天 这种东西在扯淡 没有任何的实质性 或这种意义的话题 对 但是聊完以后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说明什么 就就你跟女生正 很多兄弟们 跟女生正经八经 正着八经的聊天 对吧 聊工作 聊生活 聊感想 聊一些实实在的存在的东西 聊一些什么 就是有用的 这些实际的东西 会发现跟女生越聊越平淡 但是呢 你看我跟女生聊天 聊的这些地方 两个人就是在这个地方 嘻嘻哈哈 嘻嘻哈哈 但是效果很好 那是什么原因呢 说明什么点 就是跟女生 很多时候聊的话题不重要 聊天的这种感觉很重要 所以说其实呢 很多兄弟说 我要聊什么话题 女生才会喜欢 其实是个伪命 对 其实她喜欢什么样的话题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跟你聊天的时候开不开心 对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跟她聊呢 其实往前看也可以看到 OK的 就是女生为什么聊这个 其实女生说 她的心态是个五岁儿童 就是说明 就是什么呀 就是她一开始 就用一种叫做戏谑的这种腔调来跟我聊 戏谑什么意思 就是聊天 戏略 戏略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聊天的内容 其实大家可以看很不正经 对吧 但是这个不正经是她带来的源 就是因为其实你是在配合 我是在配合 配合她的出演 所以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 而且演得很好 两个人有点就角色万演了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的意思是说 女生她怎么样 她要干嘛 让我们配合 对 她喜欢跟你正经聊天 你就正经聊 你就正经聊 她想跟你嘻嘻哈哈 你就陪她玩玩当当 对 所以说有些兄弟她最大的问题 就是她跟正经的女生嘻嘻哈哈 对 她跟嘻嘻哈哈女生正经 对 就显得自己很闪 对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于是呢 这些兄弟她就问 到底怎么跟女生聊天 对 我们告诉她你要幽默 结果她幽默也是错的 对 于是她就不幽默 不幽默又是错的 所以说她就崩溃 到底怎么和女生聊天 对吧 对 所以说呢 其实呢 我告诉你 你在研究到底怎么和女生聊天之前 先搞明白个问题 就是我聊天的对象是什么 对 她此刻想跟你用什么样的模式聊 对 我们要正确读懂女生的心理想法 是的 那么就来了 所以说呢 先我老了 不老 OK的 小鲜肉都是渣男 看玩 我还是喜欢本本分分过日子 其实这个点哈 大家可以看 就从这个地方 这一句话 其实可以理解为 我这个时候 对她的一个试探也好 了解也好 就是我要了解 她的这种所谓的择偶观 是什么样子 你说我爱玩 但不乱咬 上面 上面 但不乱 那个是错别字 错别字 我说你要是喜欢小鲜肉 那我可能就不是你的菜 你看这句话是 是表达一个道理 就是 其实问这句话的意思是问女生 你喜欢什么类型 对 对吧 而且呢 一个以技 以进为退 就是我不是你的菜 很多男生 他跟女生的聊天 对 就是拼命的想要告诉别人 我是你的菜 我是你的菜 就推销自己 推销自己 很多男生 他是搞不明白一个东西 就是你去这个菜市场买东西 别人再怎么样推销 你如果不用 其实你推销再怎么推也没用 但是别人很喜欢一个东西 你不用推销 别人也愿意 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销售技巧是什么 就是制造人 就是以退为进 就比如说 哎 这个如果你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东西可能就买不到了 对 哎 这个时候女生 人可能就会有种心理 就 就有一种就是 这个我们叫人性也好 对吧 就得不到的东西 很多人呢 他就 就念念不忘 就给你的东西 有的时候不想要 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要正视的 就是我们讲 这个聊天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能过于的追求技巧 对吧 但是呢 有些时候呢 这个技巧还是要有 也不是技巧 就思路 思路 对 就是这种呢 其实是人性 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吧 就是你想让一个女生喜欢 你想跟她好好相处 你也要正视这些东西 就是你给予她太多的可能性 会丧失吸引力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以一种 合理的方式去推教自己 对 他说他喜欢本本分分的 那你就不是啊 你就应该拒绝她 我没有说 不是啊 怎么我就 我为什么就要拒绝她呢 我为什么就不是 一个本本分分过日子的人呢 我遇到合适的人 我也可以本本分分过日子 但是呢 我们看到是你 跟你在这里讲聊天记录 都讲了十多课了 但是这个道理是这样子 我对每一个人的时候 我都是专一的 好吧 渣男这就是 你这个道理不一样 一个人同时有好几个 这个是叫渣男 一段一段楚 就不是啊 对吧 这样说的话 好像是这个道理 但总有来你觉得不对 知道吧 我们不说 对吧 我们大家付出了很多 你看女人说 她喜喜患患患患患患 你看我跟她说 我说我爱玩 但是我不乱 那个口 那个咬是错别字 我说我爱玩 但不乱 这个是实话呀 这有兄弟说 我圈子可大可小 做人可甜可贤 对呀 这个是完成看我自己呀 这个 我觉得 文面哥此时陷入了沉思 不是 文面哥对你这个 我圈子写 我圈子写 圈子写 圈子写 不进去 是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说实话 你是什么样类型的 但是你不能骗女生 我没有骗 你说出来我哪句话 我知道 但是 所以这就是我俩不一样之处 对 我呢 这个圈子可大可小 我其实也没有可大可小 我圈子就是这么大 是这样子 我来说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圈子可大 对吧 我可以出去玩 去夜店 对吧 去酒吧 所以说你看一下 其实你就是在偷换的概念 你说说我圈子小 朋友就几个不喜欢圈子大的 朋友就几个 不喜欢圈子大的 融不进去 你看其实你并不是这样的人 对吧 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说句实话 我不是这样 你并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人 不是 所以说明呢 其实你看一下 就人呢 他是可以多面性 对 对 我怎么有一面适合你 所以说呢 这个女孩子 她在这里说 很多男生就觉得 哦 那说的不是我 于是呢 就丧失一段缘分 但是呢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是不承认自己圈子小 但是又和女生 让她理解 你看那这句话 其实就是我说可大可小 我 你没有可大可小 我是确实可大可小 你可大 好 你是可大可小 但是小的时候你不开心 于是都剩大的 不 小的时候也很开心 就是核心的圈子 你看我说吧 真正的好朋友 就有核心的圈子 就几个人 其他的那些人呢 就是属于网友类型 网友类型 对吧 你要这样说呢 也说得过去 对啊 所以说中国这个博大精神 就给了你们这些渣男 太多机会 没有说我是渣男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我是渣男 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就给人一种 你女孩子 她看到这里 她会觉得你是渣男 你强行解释 你就是为了配合女生 去乱搞 没有啊 我说的是这样子呀 就现在的女生 她希望你怎么说 女生 不 我告诉你 是怎么说 不是 我告诉你 正能量的女生 在看到你这个聊天的时候 她希望你说 我圈子大 你这样圈子小的人 可能不好相处 因为 她觉得 怎么说呢 她觉得你有点 为了和这个女生在一起 而去虚假了一下自己身份 或者说去怎么样 这事实如此 我并没有虚假 好吧 你嘴太会说了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很多女生 她就会 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你懂我意思吧 看到没有 她很多女生 她就会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 但是这种看法 你在这里说 她会觉得你太会说了 对 你直接跟她怼回去呢 她觉得你是直男 对 就很难办啊 这就 那到底怎么做呢 我觉得做自己就可以了 就是你爱怎么样搞 不要 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不要在意别人 对 那我说到这句话 其实不用不是在讨好她 也没有是在 套路别人 或者在拉关系 我就是把我的状态告诉她 就是可大可小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关系浅 我们关系一般 那这种一般的圈子 我有很多 我就是圈子带 但如果我们关系很亲密 这种圈子我就很小 这样子就 所以说呢 其实呢 你这样说也对 就是说 别人怎么在意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所有心思 花在了去在意别人上面 那可能 我们就没有心思去考虑自己了 对 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 可以的 可以的 那你怎么说 继续来 继续来 OK 好 再说女生说 你太会 你看这句话我说的 一句话也是大家可能会遇到的 就有的兄弟们可能就会遇到朋友们 或者说 就是当你学会了聊天 大家我觉得这几个阶段 当你不会正确的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很多女生给你的反馈就很冷淡 她心里面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会聊天 她可能对你反应不好 当你会聊天以后呢 女生又会问你这些问题 或者说这些反应 就你太会说了 你太会撩了 你这么 你这么嘴巴这么甜 肯定有很多人喜欢你吧 不是 那女生就是她 她愈渣男的 你看到没有 对 那这个时候 上次那个小哥哥感觉不错 我说的就是我就是实话实说 她说我会说 我说我是实话实说 你说我会说也是OK的 但是呢 我并没有说花言巧语 这还是我自己的一个 她说我上次遇到个小哥哥 感觉还不错 然后就聊了一段时间 就说见见 我就想着白天有事 晚上一直吃个宵夜 见见 你不知道妈爷爷我下场了 动不动就是不让我回家 还好离家近 疯狂不回家 其实呢 这个作为男生 肯定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我在这里对她的这个地方 我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晚上吃夜香 没有见过的人 会让别人想很多 你知道 就是我没有好意思说 因为我估计女生的脸面 也没有好意思说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遇到这种原因 你也要反省一下 你也给了别人一些 这种叫什么呀 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对 对吧 你约别人吃个午饭 对吧 肯定不会有这种情况 对 约别人吃个夜宵 孤男寡女 你难典不让人有非分之下 对吧 女生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对 所以说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啊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有问题 才会一个八枕拍不下 对 就是你不能怪别人 说对你有非分之下 因为你自己也给了别人 这种遐想的空间 对 但是你这个傻逼 说出来就是 这是啥 我因为这样说的话 我就 就因为是这样子 他跟我说这些话 我并不在乎 他说了是什么 我也不用去安慰他 但是他说了这个东西 我只是觉得 因为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 会对别人 说这样的经历 他最起码已经 对我有一定的信任 所以说呢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女生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呢 没有必要去拆穿他 对吧 就大家心知肚明 如果你真的是个直男 像我刚才那么小 很多 很多人就会跳起来说 说你自己有问题啊 对吧 你干嘛要跟别人吃夜宵 你去 你不去见网友 不去跟别人吃夜宵 你不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吗 你张面说出这些话 女人就会对你 但是又有个问题 那女生会觉得 会这样说 你觉得别人有问题 你还跟别人聊天 对 所以说就是人都有问题 你 接受别人的这些问题 然后呢 就是我们叫求同存异嘛 对吧 我并 我觉得他这个人 是在这个方面是有问题 但是 这个东西并不妨碍 我就跟他继续聊天相处 我接受他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其实呢 你觉得他有问题 你就把他当渣女 然后收割渣女 就是他是什么样子的人 慢慢了解 对吧 并不能单凭他的一面之词 就去对一个人下定义 是这个意思 好吧 好可爱的 真的下场了 你知道在后面 哇 好猥琐 这个人 寂寞的 寂寞遇到这些变态 对 其实说完以后呢 我会告诉他说 因为我跟别人聊天 终究有一天 我们可能也会见面 那么他说这句话呢 我也不排除 就是他 给我打打预防针 或者说去试探一下我 对不对 那么我最起码要表明我的态度 说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对吧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 只要是在这里认识的人 都是这样 对 或者说遇到一个 他那些男表 不会遇到第二个 我们之前不也说过吗 你一百个女生 遇到一个 你就很怕 对吧 他也是 其实呢 这个也不怪 嗯 这个女生 嗯 对吧 嗯 总有这些坏人 去做坏事 然后呢 让好人都承担了承认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意思 就说坏人把坏事做了 嗯 结果呢 把接下来的好人给伤害了 这个叫劣币驱逐良币 这个就有问题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做好人 你不要去搞这些不尊重女生的行 旁边自我介绍可能有点隐私了 啊 这件又又来了啊 我有自己的隐私 啊 自己的隐私 我可以这样 OK OK 跳过去好吧 跳过自我介绍 好 OK了 两个人互相 介绍了一番 啊 啊而且我这人超级绵绵 啊 他是磨叠柱 对 你说慢用 嗯 那我让你快一点 你为什么让别人快一点 我就觉得你这聊天有问题 是吧 就在现在这种 价值观 这能量满满的这样的情况看 你其实聊天是有问题的 嗯 对吧 你就是想要快速把别人叫出来 反而 反而是让别人让感情 快一点 凭什么感情快 还是慢一点不行 是这样子的 遇到不合适的人就会慢啊 嗯 遇到合适的人可能就会快一点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你要教大家 但是你不能教大家快 你懂为什么 是这样 我只是嘴巴上说快一点 要看女生 你看我怎么样的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怎么样让快一点的 其实呢 我知道了 你这个就不适合 拿出来当案例 你这个 因为这个女生 她脾气又好 人又腼腆 是个好女生 那我就尽量鼓动点 我并没有做什么呀 不不不 不对不对 她是个这么好的女生 你不应该去伤害别人 我没有伤害别人啊 一个渣男 你看 这个东西就是 你不能站在道德的指高点上 去评价别人 那我也肯定你是这样的 我是 我是蒙面格 我是蒙面格 他说我不管啊 我 我是一个新出道的人 你根本你没有 你又不知道我的这个情况 你这样乱搞 知道吧 我又没把我来人进来算一下 你不能这样搞我 但是呢 我建议是 有没有那种渣男 渣男渣女博弈的那种 就这女生本来有问题 她就是要盖你钱的 这种女生 我觉得可以了 还是做案例 但是我很少 你没看到吗 就是网上盛传的很多那些 那些渣女对吧 她是我们的朋友 也认识 但是她并没有那那套来对付我们 我觉得这个值得深思 这个聊天我不想减评 因为我看到这儿别人说 这人超级腼腆 然后呢 皮就好 这就算 这个就做吧 就聊聊干货吧 这个聊天记录就放在这儿 我觉得 我觉得就不要再去搞这些东西 现在蒙面哥是一个价值观超级正的人 我告诉你 你不管我本来是什么样子 在节目里面 我就是一个价值观超级正的人 我也希望大家看我的节目呢 变成一个价值观超级正的人 现在这个逻辑也又在这里 你要教如何和正确的和女生聊天 对 那你就要找一个值得正确聊天的女生 就刚刚的女生 对 那你呢 跟看了跟别人聊天 交会了 你就觉得伤害了别人 你这个东西怎么处理 对吧 是这样子的 就说呢 你如何正确和一个女生聊天 你不应该 像你这种 这种情况 你不应该和这种好女孩 去跟他们这样子 那你意思就是 如何和正确的和渣女聊天 就我觉得我们只能和渣女聊天 可是现实中兄弟们 他不想和渣女聊天 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们存在意义在于什么呢 我们存在意义在于 我们只需要去把渣女拎出来调打就行了 跟好女孩相处或怎么样 我们不需要交 好吧 好吧 因为大家其实怕的并不是说 和想被好女生骗 大家怕的其实是被渣女骗 但是大家还怕一个点 就是我面对好女生 我依然跟别人聊得不好 依然没有办法让别人喜欢上我 依然没有办法处理感情 别人也要学这些 就他面对渣女要学会保护自己 这个我们可以教 但是面对好的女生 如何两个人相处 很多人也不知道 所谓的直男 他不光是面对渣女会被骗 是面对好女生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正确的跟别人聊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放出来 我和好女生聊天的记录 别人就会觉得我是渣的 但是是这样子的 这很简单 面对好女生怎么聊 我们就点评兄弟们的聊天就可以了 我就不要来拿自己的来讲 但是兄弟们聊天很多都是那种 看不下去的 就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我们点评 对那你拿正确的交 不 就不拿正确的交 不我们不能拿我们自己的去交 因为这话别人会觉得你是渣的 不是这样子 你今天聊一个 明天又聊一个 那么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是这样 我的观点 是这样子 牺牲我一个人 不对 你千万不要这样说 别人会给你 这个网上给你挂出来 对吧 你牺牲你一个 他觉得你自称自己在用生命给大家做事业 你会被抓出来 那现在就是问题就存在 你怎么用 比如说你 兄弟们问了说我现在知道了哪些聊天错的方式 那你告诉我怎么正确的聊 你给我个案例看一下嘛 别人聊的好的是什么 怎么办 没有案例 我们不给案例 你不给案例 那你就是嘴巴 那不是嘴巴 你提问题 我解答问题 以后都是这样子 你自己的问题 你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不是 我一个蒙面哥 我有什么 我没有被逼过 我才出道的一个人 我只是告诉你 我们得按照正确的价值观去做这些事情 你不要去点评 这也乱七八糟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你发出来在群里面 我跟你说就对了 所以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关注转发点赞 然后呢 一定要干嘛呢 一定要把你的亮相记录发出来 对吧 我们明天我们在这里点评就行了 好吧 那明天我们的节目已经给大家做出了这个内容 就是你把你的亮相记录发出来 让我们节选一些兄弟们聊天 注意保护女孩子的隐私 那我们来讲解一下他们中间的聊天 出哪些问题 出哪些问题 对对对 然后呢 你问题你掌握的多了 你自然知道 就是不要犯错就OK 我们把一些原则性的错误指出来 其他的你自由发挥 我觉得这样子就达到了一个帮助大家正确和女生聊天的一个目的 好吧 那所以说你看完这个视频过后呢 在我们的群我们很多群 如果你没有群 你肯定有我的微信 不然你的视频你看不到 在微信里面私信我 把你的聊天记录啊 或者怎么样 发出来 好吧 那明天我们来点评 你们的聊天记录 今天我们的如何和这些女生聊天呢 这个就到这里 我们更多的干货 下期再见 记住喜欢的评论 点赞转发 好 拜拜